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曾说过 飞行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 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每个热爱冒险的人心中的呐喊 想象一下 那个时代的女性大多被束缚在家庭和社会的角色中 而阿梅利亚却选择了驾驶飞机 真是让人忍不住想为她鼓掌 她的成就可谓是飞上了天 1928年 她成为第一位跨越大西洋的女性乘客 虽然她并没有亲自驾驶飞机 但这次飞行让她一举成名 接着 她在1932年成为第一位单独飞越大西洋的女性 真是飞得让人目瞪口呆 想象一下 她在飞机上孤身一人 面对风雨和未知 心中一定充满了勇气与决心 她的飞行不仅是对技术的挑战 更是对社会观念的挑战 当然 阿梅利亚的故事中也不乏幽默的元素 她曾经在一次飞行中 因天气原因不得不迫降在一个农田里 当地的农民看到她的飞机 惊讶地像见了外星人一样 纷纷为上爱 阿梅利亚微笑着对他们说 别担心 我不是来抢你们的玉米的 这句话不仅缓解了紧张的气氛 也展现了她幽默的一面 然而 阿梅利亚的故事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1937年 她在环绕地球的飞行中失踪 至今仍是一个谜 她的消失让无数人感到惋惜 但她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她的勇气和探索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 追求自己的梦想 打破束缚 总之 阿梅利亚 埃尔哈特不仅是飞行的先驱 更是勇敢追梦的象征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梦想没有性别 勇气没有界限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只要心中有梦就能像她一样 勇敢地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打破天际 埃尔哈特的飞行成就与记录 当然可以 埃尼利亚 埃尔哈特 阿米利亚 埃尔哈特 是航空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 她的飞行成就和记录 不仅打破了当时的技术限制 也为女性在航空领域的地位 开辟了新的天地 让我们来聊聊她的故事 当然 带点幽默感 首先 埃尔哈特的飞行生涯 就像是一部精彩的冒险电影 充满了惊险 挑战和一些我真的是在做这个吗 的时刻 她是第一位单独飞跃大西洋的女性 想象一下 当时的飞行技术还没有今天这么先进 飞机的导航系统 可能还不如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 她的飞行器 就像是一个飞行的罐头 而她则是那个勇敢的罐头打开着 在1932年 埃尔哈特从纽纷兰起飞 目标是埃尔兰 她的飞行时间是15小时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次长途飞行 但在当时 飞行员们常常要面对天气 机械故障和导航错误等各种挑战 想象一下 她在空中飞行时 可能会想 我希望我的飞机 不会像我的早餐一样 突然掉下来 埃尔哈特不仅仅是个飞行员 她还是个打破性别界限的先锋 在她的时代 女性被认为应该待在厨房 而不是在驾驶舱里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 我可以飞得更高 甚至比你们所有人都高 她的成就激励了无数女性 追求自己的梦想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还让一些男性感到压力 毕竟 谁不想在飞行中 赢得一位女性的青睐呢 当然 埃尔哈特的故事 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她在1937年 进行环球飞行时失踪 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有人说她 可能在太平洋某个小岛上 开了一家飞行咖啡馆 继续她的冒险生涯 想象一下 她在岛上招待客人 讲述她的飞行经历 顺便教他们 如何在没有GPS的情况下 找到方向 总之 埃尔哈特不仅仅是一个飞行员 她是一个打破界限的先驱 她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追求自己的梦想 无论你是想飞上天空 还是在地面上 追求自己的目标 记住她的精神 勇敢 坚持 偶尔也要带点幽默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女性的象征 埃尔哈特对女性航空事业的影响 当然可以 让我们一起飞向历史的天空 探讨一下艾米利亚 埃尔哈特 阿米利亚艾尔哈特 对女性航空事业的影响 首先 埃尔哈特不仅仅是一位飞行员 她更是女性独立与勇气的象征 她在二十世纪初的航空界中 犹如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 打破了当时对女性的种种成见 想象一下 在那个时代 许多人认为 女性的飞行 应该局限于厨房的油烟 而不是在蓝天中翱翔 埃尔哈特 却用她的行动告诉世人 女性同样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甚至可以打破世界纪录 她的影响力 不仅体现在她的飞行成就上 还在于她为女性争取平等机会 所做的努力 埃尔哈特曾说过 女性的未来在于她们的信念 这句话 不仅是对女性的鼓励 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挑战 她积极参与各种女性组织 推动女性在航空领域的参与 甚至在1930年代 创立了女性飞行员协会 为后来的女性飞行员 铺平了道路 有趣的是 埃尔哈特在飞行生涯中 也经历了一些小插曲 比如 她曾经在一次飞行中 因为天气原因 被迫降落在一个农田里 结果被当地的农民物 认为是外星人 想象一下 农民看到一个 穿着飞行服的女人 从天而降 心中一定是五味杂陈 埃尔哈特幽默地回应道 我不是外星人 只是想看看地球的另一面 她的传奇故事 不仅激励了无数女性 追求自己的梦想 也让我们意识到 打破性别界限的斗争 仍在继续 今天 女性在航空 科技等领域的参与越来越多 但我们仍需继续努力 确保每一个梦想 都能在蓝天中自由飞翔 总之 埃米利亚 埃尔哈特 不仅是航空史上的 一位伟大人物 更是女性力量的象征 她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 向世界证明了 女性的无限可能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无论性别 都能从她的故事中 汲取力量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哪怕是飞向星空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飞向历史的天空 探索阿梅利亚 埃尔哈特 这位勇敢的探索者的传奇故事 我们了解到 她不仅是航空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 更是女性勇气与力量的象征 她的一生如同一次精彩绝伦的冒险 打破了许多时代的界限和成见 阿梅利亚的飞行生涯 充满了惊险与挑战 她成为了第一位单独飞越大西洋的女性 勇敢面对着当时技术的局限和社会的偏见 她的幽默感也在其中闪耀 例如在被误认为外星人的时候 她轻松地化解了尴尬 她的故事不仅是对梦想的追求 也是对性别界限的挑战 激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 当然 艾米利亚的消失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她的精神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的成就告诉我们 梦想没有性别 勇气没有界限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思考一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梦想 让你想像阿梅利亚一样 勇敢去追逐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故事和见解 期待与你们的交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给我们节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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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